好,阿sir 由雙聲報起 沒有起報 除了奧運之外,真的沒有起報 奧運真的有起 兩個金牌 我想香港的呂飛魚 100公尺也有機會拿 對,有機會拿牌 金是難一點,但牌應該有得拿 真的有得拿,因為她昨天在200公尺 到她的100公尺真的贏了 可能是100公尺得太盡 後面最後兩批不夠力 不夠力,港股也不夠力 港股不單不夠力,是沒有出過力 沒有出過力 老實說,我覺得港股 不是真的那麼差 港股 因為我們說港股 形成了 即是 17000點 她真的 當17000點 即是有少許支持 因為今天最低 就去到16971 即是收回17002 即是收回17002 那麼上個月來好像 有一個低位是1692 20幾 應該是 嗯 我覺得 這6971 變成好像有一個雙底 當然 這個不是 因為這個不是說 確定是一定是雙底 是 要看看走勢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 又不是真的太差 但是下去下面 我昨天和阿柏哥談過 應該是很大支持的 168 我想也很大支持 168 你也很大支持 我不是覺得那個港股太差 所以我就發了訊息給全社會員 我說你們可以 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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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萬7買一些 如果有1萬6千多 又買一些 即1萬6千6千 那些又買一些 那買什麼呢 都是 要買一些 即是跟AI有關的那些股份 嗯 即是Tech Stock好些 嗯 那些Tech Stock應該 因為你現在 你要明白呢 三中傳媒呢 中國呢 就 在搞這個全面深化改革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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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聽清楚 他那個 十五部分 六十條那裡 真的看到你眼花撩亂 嗯 不過呢 講來講去 他都是要 即是 要有一個高質量的發展 嗯 那高質量發展是什麼呢 什麼叫高質量啊 大哥 難道 你 難道你 煮飯會飛嗎 是吧 那些科技革命啊 即是好像那些電動車啊 那些綠色的環保的科技啊 是 是吧 那些科技革命啊 還有一些產業的變革啊 嗯 產業的變革 例如 你比如好像那些 那些 好像小米一樣 做一輛車 你看北京的廠這麼大 一個人都沒有的 嗯 那這些就是產業的變革 嗯 那你又要做到 就是 就是 我看完他那15部分 60條 我眼花撩亂 不過我自己眼 就是自己那個判斷 就是自己那個總結呢 就是說 要全面心法改革 一定是高質量發展 是 這個科技的革命 就是科技的創新 是吧 是吧 產業的變革 是吧 就是這個變革 是吧 還有就是 你要 就是你怎樣去配置你那些資源 嗯 不要資源錯配 你配置你資源的目的 最重要就是 要有效率的最優化 是 還有效益的最大化 是吧 就是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是吧 嗯 好了 那你現在 他們現在其實都 你有 要構置新型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嗯 雖然很長 那你就是什麼 新型的特色社會主義市場 是吧 那你當然有市場經濟 當然有市場經濟 你當然要搞一個capital market 如果你搞不好一個capital market 市場經濟 是吧 你的股市好像一彈死 好像香港一樣一彈死水 是吧 你什麼都不用搞 你IPO又不行 是 當然你過去那幾年 或者兩三年 是用了很多時間 心機 精力去 改革 整個市場 包括監管 包括 那些不好的東西 總之 就跟它改變過來 但是我覺得 最終 就是它這樣需要時間 是吧 需要時間 我想它最終 它混身解數之後 最終它那個經濟穩了下來 就是 資本市場應該都會想辦法 如何去搞活它 是 那資本市場搞活呢 你當然 你知道美國 整個資本市場 那你大陸 就有百分之 我想 六七十 散戶 七八十都是散戶 是吧 那你散戶 那你散戶 就是驚弓之了 是 是 情緒變化很大 是 出去又不會回頭 出去又回頭 很難觸摸 那我想它要在這裏 再想想辦法 就是在資本市場裏面 其實應該就是 可以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即是基金互換 即是基金可以 即是你的基金可以在香港做事 我會不會有些事情 不行 即是基金互應 互應 互應就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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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換就有個叫做 南向北向的基金通 即是理財通 但那些是理財通 是的 不是那些基金 是的 可以 不過這些真的 在我來講 是有點複雜的 因為那些法制也不一樣 你的 currency也不一樣 是的 市場也不一樣 participant也不一樣 是 但anyway 我覺得他們應該 搞活基金市場 至少讓市場裏面 有很多這些hatch fund 或者pension fund long fund 短 fund 那些什麽 總之他們就 在市場裏面活躍些 這個是requidity 那些hatch fund 但是行就難 很難 為什麽呢 因為他不太久 一個多兩個月前 他就不允許那些基金去沽貨 所以一推銷就一定不行 即是沽貨都不允許 那就搞到很多 fund 就說 你不允許沽貨 我當然是先走定些 那一刻就插穿了 是的 那他就有regulation store 對的 你開多些 fund 長中短 買上買下 買左買右 那些錢就走過去 你自己賭大小而已 是不是 但是你突然之又多一個regulation 搞到那些又雞飛狗走 你無端端那個又說不准做那樣東西 那我買了那些 那我又走了 因為你整個市場 那個機制 和你的參與者 你不夠健全 是不是 是 因為你美國你就沽貨 你夠膽你就沽貨 你一刻沽貨 你沽貨 你道指 沽了600點 明天被人掃了800點上去 有人沽 有人買 有人買 又有人沽 所以你的參與者 是什麽的參與者呢 譬如你不准幾個基金沽 那有沒有一些Long分出來買呢? 是的 你可以說你沽嗎? 我買 譬如你可以放鬆一些 譬如退休基金 甚至保險公司 譬如你只要買10個巴仙 你的Portfolium買10個巴仙 我放寬你15個巴仙 總之低你就去買 你當國家隊也行 變成那些人不敢亂隊 大佬3900還要隊 PE8倍還要隊 是真的 隊完之後是不會再升 之前也有些國家隊買一些ETF 頂著那些大位 最近也不頂 現在不是跌得多 A股跟港股一樣 它真的不是跌得多每天 港股百多點而已 但它跌極度也不會有人買上去 那一刻令人消沉意志 最慘的是你不見了國家隊 就只剩下加加隊 每個人都在這裏 對 加加在這裏 你沒有國家隊 你想想辦法 如何健全市場的參與者 是的 那些參與者不重要的 你只要看著他們 不要猜猜献怪就行 不過我又不講這些了 因為市場好像死了死了死了 但是我自己認為市場不應該跌到哪裡 所以大家是可以做一兩件事 第一如果在17000以下 如果看到一些期指或買一張小期或分段買 你買大期分三至五張買小期 每跌二三百點你就買一張小期 那你就買一張小期 混混混他 我覺得有得想的 即是你望發達又未必會有 但我覺得他有機會上去18000多 現在的市真是 我也贊成的 看到萬七樓下 是的 我也贊成SIR說一句 那你現在炒股票 你真是望發達了 是的 你短炒賺到茶煙飯 你很開心 是的 很開心 是的 你現在的市場很難升 因為你是看到底 真的被你撈到底 也看到底了 他賺又不會賺到很高 那市場不夠力氣 是的 好像我前瞻 我前瞻的範圍是 16600 17400 如果沒有看錯的話 16600到17400 是的 昨天我都說 我說你們看到17300多 你都不沽彎 是吧 挨近我前瞻,扔你沽彎 我的周力點是170多 如果17300 780 我前瞻 我的周力點是17010 今天就到了 撿300多也好 是的 我先說 你夠茶煙飯就可以了 是的 真的不要在港股上打算發財 現在沒有什麼大行程 是吧 那你現在 譬如偷下買 收拾1,000點 或者1,000點 很開心 是 很開心 1,000點 我想要上萬八樓上 當然要時間 這個是策略盤 我有一件事想問你 剛才你覺得匯豐的業績如何呢 匯豐的業績就不會差 是嗎 他的炒房應該可以的 炒房 因為渣打的業績都可以 他的炒房的業績應該可以的 但是其他的那些 譬如息差的那些OK 不會太突出 最慘的就是 因為渣打出業績 他加碼回購 那你加碼回購 那些人會要求 匯豐又加碼回購 接著你又要加碼派息 你要承諾年底那一刻 又要加碼派息 你又要加碼回購 就是最慘渣打了 渣打今天升 渣打升 他那個稅前盈利都挺好 是呀 所以匯豐的炒房 應該上半年應該可以的 如果上半年的炒房不行 那他就死定了 但是市道這麼差 有兩樣東西 我覺得是值得相確的 我自己認為市道這麼差 第一 他房地產那裡 他夠不夠膽借錢出去 給房地產 房地產一邊倒閉 那你可能有delinquency 或者銀柱盤也可能會有 那怎麼辦 我想 為什麼要講炒房呢 因為我想他的正常銀行業務 上半年 應該能不做的 他就不做多少 是啊 我覺得 是啊 總之你開戶口 你多就不要傳過來 大佬 小小底就OK 你要借錢 你千萬不要借那麼多 小小底就OK 我想他真是躺平那隻的了 所以整條稅應該靠炒房 那就是那個正式差 他們也賺不了很多 應該賺得很多 那如果房地產 可能要好像渣打那樣撥備多一點 渣打撥備了1.5倍 是啊 會撥多一點 所以就是炒房那邊頂住 炒房頂住 是啊 如果炒房頂不住就不用看了 匯豐 我看到一段分析 就說匯豐第一季可能會少賺10% 就要看他炒房頂不頂住 哈哈哈哈 這個很難說 炒房的東西真是 我們賺未必他會賺不到 這樣很難說 炒房他又沒有訂閱黃道財經 炒房很厲害 我也有限度 真的要小心的 匯豐 因為你拿打又加回購又加派息 大家要求匯豐都會做同樣的 那他們的數目不行 他搞不到這些東西 加大不了就被人搭 這個 大家好,我是王冠一 每個人都叫我王Sir 現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獨家對市場的分析 Patreon會員將會享有專屬限定內容 每星期的獨家影片和文章 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 還會以宏觀角度 對股市、外匯、債券、商品資源等市場 作前瞻性的分析 小小的付出 隨時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 可搭訪 跳到這很有趣的 你覺得是… 不平時 super貴 比如說 我可以來意想到 又不平時